主笔交易篇2 主笔与集合竞价在成交上的差异 今天要来讲主笔交易和集合竞价 同一笔下单条件 在成交上会有怎样的不同 好,我们直接在股票市场先观察一下 现在看到的实况是 5秒钟撮合一次的集合竞价交易 我们看最下方9点13分35秒 买进内盘42.55 卖出外盘42.6 成交在外盘42.6 成交一张 注意看下一笔的成交价 有没有看到9点13分55秒的成交价 43元 不是内盘价也不是外盘价 这价位是怎么来的 很好,等会就用9点13分55秒这笔成交单 来说明若是主笔交易 那会怎么成交 另外若不清楚内盘和外盘 建议先看这个影片说明 这个影片会说明如何挂价才容易买到或卖出股票 什么是内盘,什么是外盘 可以了解一下 这是集合竞价的手机下单界面 没有ROD、FOK、IOC的选项 即将下架的集合竞价下单系统 其实就是ROD的概念 这是证交所的拟针主笔交易界面 ROD、Rest of Day 当日有效单 IOC、Immediate or Cancel 立即成交否则取消 FOK、Fill or Kill 立即全部成交否则取消 ROD、当日有效单 就是今天挂的价格当天都有效到收盘 IOC、立即成交否则取消 也就是假设要买卖六张 只成交三张 剩下的就直接取消 FOK、立即全部成交否则取消 就是要一次满足下单的数量 没满足就直接取消 这三种是主笔交易新增有关时效上的选择 一般投资大众用的最多的其实还是ROD 在价格的选项上 比较特别的是多了市价的选项 过去集合竞价没有市价的选项 现在有了市价可供选择 好,我们以同样ROD来比较 也就是我们定个价格来说明两者成交的不同 9点13分55秒 为什么成交价是43元? 我们回到还没成交的前一盘 40秒、45秒、50秒 这三盘都没有人出价成交 题目来了 现在有一张单 用涨停买进14张 会买到多少价位 想想看 集合竞价会买到多少 逐笔交易会买到多少 想好了吗? 应该还没有 我们直接看解答 用涨停买进14张 集合竞价5秒撮合在最大量满足 卖方42.7一张 42.8一张 42.9一张 43有35张 所以要到43元 才能满足这张单子14张的量 所以买方14张 全部买到 成交金额是43元 这笔集合竞价的买方 算是吃亏了 但卖方却是赚到了 因为42.7、42.8、42.9 想卖的人 却卖到了43元 这种就是散户的小确幸 但2020年3月23日期 开始盘中主笔交易 散户就不会有这种好康了哦 好,我们来看 主笔交易 主笔交易随到随错 会个别成交到满足点 所以会有多个成交价 以卖方的挂价状况 就会成交42.7一张 42.8一张 42.9一张 43十一张 这就是主笔交易 了解了吗? 好,来试看看 再出个题目 假设现在有一张卖单 跌停卖出13张 若是集合净价的交易 成交价会是多少? 跌停卖出13张 若没有其他委托卖单 集合净价的交易 13张的卖单 会成交在51.9 你答对了吗? 若是主笔交易 委托卖单 跌停卖出13张 成交价会是多少? 跌停卖出13张 若没有其他委托卖单 主笔交易会成交 52.3十张 52.2两张 51.9一张 好,我们来直接看 两者的差异 跌停卖出13张 在没有其他委托卖单的状况下 集合净价的交易 13张的卖单 会全部成交在51.9 这对卖方来说是非常吃亏 而主笔交易的话 它会变成成交52.3十张 52.2两张 51.9一张 两者 两者比较起来 主笔交易对大数量的买卖单 较为有利 过去集合净价交易 常有一笔大单 直接穿价 成交最高价或最低价 造成巨额损失 但未来实施主笔交易 这种大单的损失程度 将会大幅降低 好我们来看两者的下单画面 左边是集合净价的交易下单画面 右边是正交锁 右边是正交锁模拟主笔下单的画面 我们看右边的主笔拟针平台 多了时效的这项 有ROD IOC FOK 三种选项 其中的ROD 当日有效单 其实集合净价就是这种 因为集合净价的下单系统里 所有的挂单都是当日有效 我们再看宁甄平台 在价格那边 有平盘 市价 限价 涨停 跌停 初期不太懂主笔交易的多种选择 最好就是选ROD 当日有效单 然后选限价 定个价位送出 送出就好 若是新手要避免选试价 最好要定个价位 为什么呢 你看这张交易 买卖单的挂价差距很大 买方挂很低要买 卖方挂很高要买 这是在集合交易的状况下 用涨停买进 一张就买到了涨停 所以买卖挂单量少的股票 最好定个价买卖 除非买卖量很大的股票 像台积电买卖双方的挂单量非常足够 所以穿价的机会就很小了 好 最后还是要提醒一般的投资大众 在盘中主笔交易刚开始实施 不是很了解的话 我们就用过去下单的思维 选ROD当日有效单 然后价位就定个价格 选限价 这样子就好了 好 那其他的部分 我们下次再来说明 有关于其他各种条件 要如何下单 及产生怎样的成交结果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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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